压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迎接光辉碎 对 今天的老花姨开箱呢 也是给大家开箱的一个光辉碎月 不过呢 这是一个向日葵啊 咱们打开丑一点 老花姨 你那个散装的粤语 谁说的 听 人在广东已经飘到烧脸 上了个托盘 托盘是个加分项 这个包装不是特别的专业 但是特别的用心 特别的用心 这个我就想起来我 五年前的那种包装 五年前的包装有好多的话说 老花姨 你家的那个五年前那个包装 我这想起来就好痛心 我都撕不开 都弄不开 行 慢慢升级 给我点时间 越做越高 啊 啊 啊 嗯 苗晴接近于满分 盆栽向日葵 咚当当当 哎呀 不好玩的就是不要重生嘛 重生在一起就不好玩的了 那很多的话呢 喜欢养一些个这种观赏型的向日葵哈 大家也会尽量的买那种一盆里边一颗的 不过现在种向日葵的啊就是养那种观赏向日葵的 用营养土的也不少那种单盆的 我们青州这边还是以泥土为主的比较多 我也想给大家整点这个东西呢 没找着 我们家也没养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更多的选择这种重生的来种植吗 就他们这一盆里边两颗或者三颗它会大大的缩短它的一个 养护的一个周期 就更快的去达到这种爆盆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很多的种植户呢在选择重生 就对咱们花友们来说呢 就是 重生养起来的难度要比单颗的要稍微难一点 有的话说能分株吗 我倒也是想挑战一下下 我看看啊看看根系如何 这种时期就不建议分株了 你看这个根系长得太满了 是吧 就别分了 就让它在这长着吧 好了咱们开枪也开过了 给大家也叨叨一下这个东西吧 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菊坑的 那这花友们怎么是菊坑的 对它是向日葵数的啊 它也属于向日葵 刚才我们后期小哥也问啊能不能解种 这个解种是解不了 但是呢 它能持续开花 它会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把这花友们这种东西怎么养 一听向日葵向日葵 你一听这个名字对不啦 他就肯定是 嗯喜欢阳光的嘛 肯定第一点你给做光照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这个怎么 怎么养护 你跟我叨叨一下吧 其实你看啊跟花友们说 不论是养什么花 你从五个维度去分析 第一点是光照 那向日葵数肯定是喜欢过的 第二点是浇水 咱不论是养任何花哈 都是干透焦透干湿循环 干了就浇不干不浇是吧 你也别看过头了就行了 都是这个道理 你看用土 用土就用松软或者吐气的 它不就完了吗 你看人用啥子这样的养好 再一个呢气温 你像这种东西呢 尽量的就别低于五度 因为五度以下呢 90%的花卉都会面临一个生死挑战 对吧 15度以下它会停止生长 那就怎么着 维持在15度以上 人不也是吗 15度以上就很舒服 那最后一点说用肥 开花类的磷肥偏多一些 冠叶类的蛋肥偏多一些 结果的假肥偏多一些 如果不明白 那你就通用的肥料整就完了 你实在是记不住也懒的话 你就悬这种控制肥 我们家也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 买回来以后 你直接撒上 100天一回 你不用研究别的了 直接撒上 这不就欧了吗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说对吧臭宝 别的也没啥 我们也就正常养货了 然后这个呢 养两天苗情再长壮一点 我看能否分租 要不能分租的话 这盆呢 在我手上呆一个多一会儿 做两期总结以后呢 就给花儿门抽出去了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加转发 好了 一篇关于向日葵的一个开箱啊 简单的就到这了 花友们给打个分吧 价格的话呢 是39 我觉得是挺值的 我心里的一个打分是90分 你觉得呢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们想看什么样类型的开箱 或者说 有什么想买不敢买的 都可以来告诉老花一 来帮你踩坑 或者是壁垒 嘿嘿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仅仅 绝不错 先点个赞